目前苹果14PM512G大内传牌们 已经来到了5000元价位段 那么它还稍微值不值得买呢 你最新款的15PM又有什么差距 首先熟悉小样的都知道 我除了做二手机PR之外 我还是一个资深的数码博主 所以说聊到手机产品这一块 我还是非常有话语权的 14PM这款机型是首款支持零动版的旗舰 辨识度方面真的是极高 可惜因为交互逻辑适配的问题 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不过作为二年上市的大屏旗舰 A4处理器120Hz高刷 还首次采用了4800万像素 需要方面也是目前的天花板级别 整体来说算是给果粉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15PM 在动效方面完全丝毫不落下风 那么目前14PM的市场行情到底如何呢 都2024年了还值得考虑吗 那我直接去仓库看一下 那这些都是前两天采购坏的14PM 相对于前两天 这个卡贴的14PM量级橙色的 现在256G和512G的内存 仅只差5张左右 而且像这种卡贴版本256G 在咱们的报价是5099 512G的版本报价则是5599起 对比5索同内存版本 至少还要个6500块钱 如果说你动手能力强 预算要有限的话 那我觉得卡贴的还是比较适合你 要不然就直接选5索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样是5000预算的 选择这个14PM的话 卡贴的512G和5索的128G 你会怎么学 永远去探讨一下 对比5索的12G和5索的12G 感谢观看